追随影人圆梦之旅 见证金鸡 荣耀时刻 继续为您带来提名者说 第36届中国电影金鸡奖 提名者系列访谈 电影傍晚向日葵 获得了最佳中小成本故事片 最佳摄影两项提名 这是导演李旭第一次指导长片 他表示获得提名既是鼓励 也有压力 中国电影报道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导演李旭 他既是鼓励 我觉得也是压力 因为他第一步 他不一定不是最后一步 那你如何面对你的第二步 他也是一个 接下来要面临的一个心理压力 李旭透露电影起名 傍晚向日葵的灵感 不仅来自他的早年经历 还和主演《纳仁花》 有着神奇的关联 他当时有好几个名字 当然到最后 我正好翻我那歌单 歌单我上大学的时候 正好有一歌单我自己起名 叫傍晚向日葵 我突然觉得 这个歌单名字挺好 然后我觉得它也很符合 我们这部电影的一个主题 另外一个特别有缘分的是 我们的女主演《纳仁花》 她是蒙古族人 然后她的蒙语是《纳仁花》 但是它翻译成我们的汉语就是 《向阳花》 那就是我们的向日葵 所以傍晚向日葵 傍晚《纳仁花》 医生说我这病没手术价值 没价值了 该片历时四年打磨完成 通过主人公徐曼芳的独特故事 以散文诗式的影像表达 探讨生与死的哲学命题 徐曼芳扮演者《纳仁花》 在片中有大量长镜头独角戏 对此理续赞不绝口 她挑起了这样的一个大量 而且她的表演是非常的有难度的 表演也需要支点 情感的支点 或者是一个道具的一个支点 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都拿掉了 我们把台词也都拿掉了 她如何去传递这种情绪 你要卖多少个门槛 才能走进观众的心里 她很细腻地细致地 完成好这样的一个艰巨的一个任务 看到《纳仁花》的出色演技 李旭给了她极大的发挥空间 连交流方式都颇为特别 我们俩就在片场休息的时候 我们俩就什么也不干 然后跑到一棵大树面前 她一直守摸着大树 然后我也一直守摸着大树 然后我们感受大树和地球相连 然后这种生命的联系 其实是一个让人 特别心境的一种状态 才可以去演好这种 无声的这种情绪和情节 该片的美术之道曹九平 曾两度获得经济奖最佳美术奖 剪辑之道周星霞也曾获得经济奖最佳剪辑提名 作为新人 李旭表示自己从前辈身上学到了很多 包括这个曹九平老师在最后的这个杀青的时候 也是说感觉又回到当时他们西安电影制片场 当时和张艾谋一起合作的那些作品时候那种感觉了 就是它传承不仅仅是那种技法上和那种电影语言和那种方方面的传承 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更大的就是这些大咖传承到我一个年轻人的心里 就是说他们的精神和他们对电影的态度 我也特别感谢金基奖能给我这部曝网向日葵 有这样的一个认可和鼓励 可我得走了 那 这么一般 ììì i